HiPi因為已經搖搖欲墜了 大家那個像VT1社群就不要再一直加HiPi上去好嗎 嘗試看看黑畫面的黑MD也不錯 因為這個公司已經被Dropbox買了 然後目前的Instance是由Ronnie Wang在維護 但是他只能做的就是重開機 重開自白幣 因為他的Call已經沒有在維護了 所以請 你可以喔 好來 好 大家好 我這邊的話是要分享這個Green Team的綠循環意圖計畫 如果你對這個計畫有興趣的話 你就是查Facebook的group裡面有Green Team 之後綠循環你就會找到了 那我們現在的話是想要做的是 針對台灣的垃圾量去減量 那我們先想一下說到底台灣到底有多少垃圾 每年大概700萬公噸 那700萬公噸大概是什麼概念呢 如果一座某天大樓101是12萬公噸的話 那他就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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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60座101大樓 對 那他的量體是非常的大的 那會造成什麼後果呢 到底這些垃圾幹嘛屁事啊 但是他其實就是你會隨手可見 就是他在海邊海灘之後 動物的嘴巴裡面之後動物的肚子裡面 那到底有多少呢 每年全世界大概800萬公噸的垃圾一直到海裡面 那有20%已經就是垃圾量已經佔了總的魚類的重量的20% 那有那個科學家是預測說2025年塑膠垃圾會比魚還要多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關於我們人類可不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還蠻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甚至說海洋動物因為我們人類知道的塑膠垃圾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看過這個影片 有看過幾個手杯 欸 其實還好欸 好 那回去可以看一下喔 就是這隻海龜呢 因為鼻子裡面有一根人類的塑膠吸管 所以後來大家開始針對吸管去做一些減速的動作 那其實不只是塑膠吸管 包含說芽刷啊 甚至不管是什麼樣的塑膠產品 他們都會變成塑膠微粒 回到我們的海洋環境裡面 那你想想看這隻魚被撈起來 如果你吃的是整個秋 就是這個直接整隻吃了香魚的話 那些塑膠微粒就在這些魚肚子裡面 最後就會回到誰身上 其實是人類自己的身上 那隨著生物累積 這對我們的下一代 或是對我們自己本身都不是很好 那我們就來分析一下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海洋垃圾到海裡面呢 針對環境資訊協會他們做的2017年的淨灘活動的話 發現前10名大部分的都是我們的一般一次性的人類 可以消費使用的這些產品 你不要去看那些漁業的漁網啊 或者是繩索的話 其實就是塑膠帶啊 吸管啊 或者是寶特瓶這些 我們生活當中就會製造的垃圾 那也有很多人在做努力 就是使用環保餐具之後 使用環保杯 但為什麼我們這三年的垃圾量 還是持續的上升 代表著這一些可能都不夠 那我們團隊也有針對一些我們想要主要服務的客群 就是這個網站地圖使用的客群去做分析說 為什麼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問題 但是垃圾量卻還是一直持續上升 就是因為很不方便之後大家就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想要讓這些資訊 可以讓大家方便一點的可及性 然後包含說怎麼實踐 然後實事報導 那甚至做出一個地圖是告訴你 你家附近哪邊有飲水機 哪邊有樓賣店 哪邊可以讓你最方便的買到你需要的東西 甚至有一些餐廳 它會跟好和氣這樣的社會企業合作 就讓你可以去到那個餐廳 不用自己帶環保快 但是它就幫你用餐盒裝好 那這個餐盒是可以回收利用的 那我們團隊是後續希望做成社會企業的模式之後 結合廣告跟一些VIP訂閱服務 那我們想要做的行銷模式會比較複雜一點 就包含說可以換綠幣之後製造一些遊戲式的互動方式 讓參與的人 燈點的人 不管是使用的人還是燈點 閱讀我們的網站的人都可以有一種遊戲的聲光效果 可以幫他們加分啊 攻擊力加多少之後行動力加多少 好總之就是希望我們的這樣的行動 可以讓零廢氣就是減速的門檻下降 那希望大家對這個案子有興趣的話 可以主動的到Facebook來聯絡我這樣子 謝謝喔 好 謝謝